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跟孩子一起来制作属于她的愿景版 愿景版呢来自英语Vision Board 中文你还可以叫它梦想版 或者叫它角望版都可以 愿景版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把你的梦想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 既可以用镜框也可以用纹目版 把它放在影天天的目光都可以看见的地方 那这样慢慢的你所向往憧憬的东西 就会被召唤进你的人生 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玄幻 那其实Vision Board呢 就是把你的愿望可视化 当理想转为天天可以看到图片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在你的脑海里 不断的不断的强化这些影像 造成积极的心理暗示 那说不定你的梦想就会被慢慢召唤到现实了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契机 是我为什么想跟孩子一起来制作愿景版 第一个契机呢 就是我偶然看Ted的演讲的时候 听到心理学博士Mag Jay的演讲 那他本人是心理学博士 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临床治疗师 他的很多服务的客户层都是处在20岁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发现这些年轻人呢 普遍都觉得20岁只是用他的话说 叫Pre-Adult 就是前成年人阶段 好像这段 好像这个阶段呢 不管是在他们的两性关系 Relationship 还是他们的职场 亦会是他们的健康管理都没有非常清晰的目标 得过且过 一转眼20岁这个阶段可能就会过去了 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自己 哎呀好像什么也没有做 一事无成 快要30的时候才开始决定啊 将来的所生活的城市 将来的伴侣 将来的目标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因为这几件事情可能是没有办法同时完成的 那这个时候后悔可能就有一点点晚 好 第二个契机呢 就是我看到一本书其中指的一个例子 我非常感兴趣 有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 在哈佛的NBA即将毕业的毕业生当中做了一个调查 他们发现呢 其中3%的学生 其中3%的毕业生 是会把他们的目标写下来 记录下来 那其中13%的人呢 他们是心里有目标 但不会记录下来 另外84%的人呢 就是既没有目标 也不会 也不会把它写下来 就是没有目标 10年之后呢 同样的是这批人 那其中那13% 有目标 但没有记录下来的人 比86%的人 就是没有目标的那86%的人 那薪资大概是高两倍左右 那那3%就是既有目标 又会写下来的人呢 他的比另外97%的人 薪资大概是要高10倍左右 那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薪资高 就是成功 因为幸福成功都是多元化的 在这里只是举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量化的例子 想告诉大家 vision board 就是把你的计划写下来的好处 那我们说了vision board这么多好处 接下来就跟大家谈一谈树的部分 就是怎样给你的孩子来一起制作vision board呢 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先跟你的孩子一起设定一个目标 目标可以以一年为单位 因为孩子的成长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 一年呢这个长度比较合理 其次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是要设定一个可以实现的 够一够可以达到的目标 因为如果设定一个太好高五远的目标 孩子发现通过努力也没有办法完成 就可能会对他的自信心是一个小小的 不能说打击吧 是对他自信心培养不利 因为同样是在我刚才提到的 Mac J的那本书当中 那个TED演讲当中 他因为那个TED演讲非常受欢迎 然后他也写了同样系列的一本书 叫The Defining Decade 中文翻译的意思的话 可以就是翻译成关键的那十年 然后这本书当中的话 他提到自信心的建立 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就我个人成长而言 我本身是一个不是太有自信心的人 所以我一直比较关注这方面自信心的建立 那我一直以为自信心的建立 就是每天跟自己说 你很好 你很棒 你很出色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自信心的建立 不是inside out 就你告诉自己你很棒 而是需要outside in 就拿孩子来做比方好了 其实从他出生的一刻自信心的建立需要通过他一件一件一件的小事来完成 比如说可以自己吃饭了 可以自己走路了 可以自己细鞋带了 可以把书包挂在挂钩上了 就是通过这样一件一件的小事 再大一些可能是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了 我会拍皮球了 就是通过这样完成一件一件一件的小事来建立孩子自信心的 所以就是刚才提到你设定的目标不要太高 让孩子觉得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完成 需要刚刚好 那怎样设定这个目标 可能就是这个目标多少可以合适 可能需要你平常跟孩子的交谈啊 跟他的观察当中 你慢慢来发现 然后跟他一起讨论 今年我们要设定一个怎样的目标 第二呢就是分成几块 就孩子成长而言的话 最为家长最关心的几块 可能第一是健康 第二是学业 然后第三可能是他近期非常感兴趣的一些小目标 你可以分成简单的几块 然后接下来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一起制作的Vision Board 我这边大家应该看得见 那首先这个Vision Board 是我跟我的孩子在最近吧 最近因为Homeschool的时间非常多 然后大概上一个月 我跟他一起来制定 然后首先我们是介绍 就是跟他一起设定是2020年 其次这样一个板块 是我设定的健康板块 因为他非常爱吃糖 所以我跟他一起设定了一个 把这个图案剪下来 跟他说shogabytes 就是不管你都爱吃糖 你都要控制一下 因为糖会蛀牙对吗 其次的话多吃蔬菜 我为什么在这里贴一个魔女宅机变Kiki的头像 是因为他非常喜欢Kiki 我本身也很喜欢宫崎骏动画里女生的形象 都非常的勇敢自信有主见 我希望我的女儿就能长成这样的女孩子 他本身也很喜欢 所以我跟他一起找了图案把他剪贴下来 这里是今年希望他可以完成的几样事情 首先Scooter可以越骑越好 然后可以学会如何骑自行车 同样我跟他设定了一个很简单的目标 就是拍皮球 拍皮球可以拍到十下 那我发现这个目标他是可以完成的 因为之前他在家里练了几天 发现就可以拍到十下了 他就是他完成的拍到十下之后 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的高兴 觉得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完成 这一块的话是学业方面的 因为他现在五岁嘛 其实是幼儿园大班 如果国内的话是幼儿园大班 在这边的话是念Kindy 所以学业方面我本身也比较佛心 不是把学业看得那么那么重 我觉得只要按照老师说的一些目标完成就可以了 今年可能就是Camera Words 就是英语方面 一百个常见字 其次就是学会认中 希望他可以有时间的概念 再次就是一个New South Wales的Reading Challenge 就希望可以跟他一起读更多的好书 然后这一块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的话 就是财商这一块 关于金钱的 首先我希望我的孩子弄懂 就是want跟need的区别 我们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wants 但是其实我们的need并不是那么的多 比如说我们可能想吃一个巧克力蛋糕啊 或者是华夫饼啊之类的 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新鲜的食物 新鲜的水果蔬菜就可以了 所以搞清楚what we want 跟what we need之后的话 我希望他买一些他想要的玩具的时候 他可以想一想 我是真的想要吗 我是真的需要吗 然后再想到底要不要买 这一块的话 因为我的孩子本身非常非常喜欢鸟类 而我们之前一起看了一个纪录片 是说现在的海洋动物海鸟 或者说是海龟之类 很多都是因为人类塑料的污染 像这只海鸟肚子解剖开 都是一群一堆没有办法消化的塑料 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在这边 是因为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现在的孩子 其实他们受消费 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非常严重 因为你打开电视 其实都是针对孩子的广告 广告里所推散的那些玩具 说的难听一点 真的是很多塑料的小垃圾 我们孩子就是身处在这样的一个 消费主义的狂潮当中 那我希望他知道 就是你在购买这些塑料制品的时候 其实对环境是有妨碍的 然后这里的话是 我希望他可以把那个硬币这方面都认识清楚 以后我会主要的给他一点点零用钱 让他试着自己分配 我觉得财商教育越小越好 很早就可以意识到是很好的事情 这一块呢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其他板块 其他就是说这个孩子 今年特别想要完成的事情 那我家孩子今年特别想要完成的事情 就是可以到自己房间去睡觉 但是他希望等他六周岁的时候可以完成 那我就把它贴出来 同样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的样子 这里就是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寻一些图片 那这个图片呢是越接近现实越好 越接近你的孩子想要完成的样子越好 或者是他非常非常喜欢的卡通人物形象 总之是可以唤起他的亲切感 让他感兴趣 同样告诉他你努力了之后就可以完成的这样一个图片 我发现用英语可以找到更高质量的图片 可以到Pinterest上去搜索 或者用Google去搜索都可以 其实这个过程跟孩子一起制作Vision Board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同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 尤其是在现在Covid-19 可能没有办法享受更多的户外时光 那如果是陪孩子在室内的话 可以做做这样简单有趣的活动 好吧 今天我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或者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留言板给我留言 如果我看到的话 我一定会回复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时间 也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谢谢